8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掀起过一阵气功热 也冒出了众多的气功大师 他们甚至被请去给中央领导表演他们的气功 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著名科学家前学生也给他们背书 甚至写了一本叫做《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的书》 这本书为当时的气功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也算前老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吧 传说在当时有一位叫做于利的年轻人 拜了一位气功大师苦练吊当功以及各门功法 后来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这位于利摇身一变变成反气功专家 以笔名司马兰行走江湖到处打假气功大师 也曾经多次上央视揭露这些神功的内幕 最为惊险的是在1998年 他深入中南山揭露神医胡万林 被胡万林带着一帮小弟为优 并且非法拘禁了一段时间 进入2000年之后 他又和方舟子崔永元合作 在实话实说录了27揭秘专题节目 主要就是揭秘一些江湖把戏 江湖心活 比如说银枪顶猴摩托车压头等等等等 鉴于版权原因我就不在这里放了 不过这些东西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到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鉴于当时央视和实话实说栏目的影响力 在2000年之后 中国这些气功大师算是彻底销声立即了 所以不管司马兰现在是怎么样 但是当初他还是做过一些事的 至于前面说的江湖传说 他曾经念过吊当公 他后面也曾经在微博上进行了否认 所以咱们也把他当做一个真假难辨的江湖传说吧 我原本以为经过司马兰方舟子崔永元 他们这么一弄 这些气功大师应该没有什么生存空间呢 但是没想到最近几年 这些大师又跟交了份子庄稼一样 称称的串了出来了 比如最近我就看见一位 号称可以用内功排毒的大师的视频 至今有没有 来 他前后玩过了 我那个茶杯回来 他还没有吃 对一让一往都没表演过 今天大家开个眼见 这是两个硬币 这是两个硬币 因为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 这是两个一分的 待会儿他的毒气就要跑到这硬币上来 前面师傅你说旁边一点 谁们都没想 谁们都没听 谁们都没抽 一心一想到我在其中 现在我都天人可以 气为火佑 也就是说 从现在起 我已经进入到老师的能量之中 老师的能量在我心中 在我脑海里 这个时候人或地 天都原为一集 调天人可以 气为火佑 为我自己所用 不是为别人 一心一想到老师正在用强大的能量和心理 进化我中间的影响成分 我的心开始进化 我的肝开始进化 我的肝开始进化 我的大肠开始进化 我的小肠开始进化 我的旁观开始进化 我的理性开始进化 我的胆端开始进化 我的皮肤开始进化 我的血液开始进化 身体各个部位 各个腔尾 同个老师的进化 身上的毒气是有热的 你说就热到 毒气是气寒气 从我的头穿过胸部中间 你脚底下抛出来 跑到地底上去 跑到地底上来 营脂上去 心理 好像踩个锡铁一样 把身上的空气吸出来 手气吸出来 冰气吸出来 寒气吸出来 顺心减心 从后吸出来 别动 别动 这位哥们儿脚已经热得受不了了 根据大师所说 他的身体正在排毒了 于是他又绕着周围耕耳 开始念叨人那一套 什么这个进化 那个进化的咒语了 我可能在座的建皇队的人 我建了皇帝 建了华国宫 好 你慢慢走开 明天早上你去查 这从清朝就有的把了些 我不知道到2015年 还有人用这一套来忽悠人 也还有人能被忽悠 看这些人 也像是接受过教育的人 怎么连最起码的 生石灰浴水会发热 这种原理都不知道呢 不过我还是蛮佩服 那位哥们儿 烫成那样都还能忍住 其实他就是用纸巾 包住少量的生石灰粉 藏在硬币之下 然后蘸一下水杯里面的水 水就会顺着纸巾 慢慢的渗透到生石灰 然后再叫这哥们儿踩住 生石灰碰到水就发生反应 产生氢氧化钙 开始放热 如果直接作用于皮肤 很容易就烫伤 所以需要一个硬币来隔开他们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温热 大师就可以说这是在排毒 不过这次他明显是石灰粉加多了 搞得接受治疗 这哥们儿好像有点受不了了 本来我想去买点生石灰粉 回来做个试验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去淘宝看一下 都是论经脉的 而且快递过来也比较慢 因为只能走路运嘛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我走到厨房 发现我老婆新买的炙热米饭 所以我冒着被毒打的危险 给大家做了以下的试验 准备的东西很简单 一杯水 一张纸 一张纸巾 一枚硬币 我没有一分子硬币 所以准备的是一块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个从炙热米饭里面 偷出来的加热包 主要成分就是生石灰粉 把加热包剪开 把里面的粉倒一点在纸巾上 现在把它包起来 包成一个小的石灰纸包 我可能放多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只要能藏在硬币之下就可以了 这样藏在硬币后面 选择好角度 基本上就看不出来 有一个纸包在硬币下面了 然后过一下水 盖起来 去反应了 看见没有 他在看着 去反应了 能听见声音吗 有点烫 有点烫 看见没有 已经在起气泡了 非常的烫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放多了 是相当的烫 那位哥们 不能忍 我这个是实际上是那个石灰粉放多了 好烫 烫了 我这个放的太多了 把它剥开 当然这些粉我放的太多了 在这里 你看颜色都跟它那个差不多 OK 很简单的一个试验 这位大师肯定用的也是炙热米饭里面的加热袋 因为这些加热袋为了保证热量跟持续时间 通常会加入铝粉和碳酸清辣 而这些东西经过反应之后都会呈现出灰色 就像这位大师拿出了这张纸 就像这位大师拿出了这张纸上面那种灰色一样 这种江湖心活 自从有石灰那年就有了 现在还在拿出来忽悠人 好了 今天的揭秘就到这里了 我得去处理一下那盒炙热米饭了 希望不要被发现少了一盒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做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